我 老坛酸菜泄面 来 尝尝 我处了一大份 也不好算钱 这一碗我请 谢谢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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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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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怎么样 好吃 真有默契哦 闭嘴 嗯 其实 张轩已经结婚了 知道 他不会不结婚吗 结婚了 还找了个富婆 所以啊 他真的是个渣男 是个渣男 好了 渣男 老板 以后 尝给我们做这个老坛酸菜蟹面吧 啊可以 好 我怕你们打架之后 我还给你们走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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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彼此的生活中变得不可或缺 或许爱情对他们而言并不那么重要 只是酝酿友情时共同的一个话题而已 都说现今的爱情素食 但我有不同的解释 我想真正的友情也该像方便面一样 能在平日的任何时刻里 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随时给你一份最暖胃的陪伴 在某些黎明时刻 在旭日升起之前 你会看见埃尔本 在天宫中闪烁 即使只有那么一刹那 它的光芒 却仍是那么耀眼 绽放 绽放 在你身边的灵魂 在这里 我给你尽管 你会对我尽管 在我身边的灵魂 在你身边 你会对我尽管 现在我尽管 小姑娘 小姑娘 怎么了 不舒服啊 怎么在这儿睡觉啊 我饿了 嗯 我想吃东西 来 请进 想吃什么 来 进来坐 有 鱼松啊 什么东西 鱼松拌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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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坐吧 请坐吧 小姑娘 小姑娘 我可以给你 老公 我给你 大 小姑娘 小姑娘 是不是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 有送饭 谢谢 要不要给你炒个青菜 这没什么营养 不用 不用 我家小猫最爱吃的就是这个 慢点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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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那 我可以留下来吗 我可以帮你干活啊 我会洗碗扫地拖地 你放心 我不要工钱的 你给我吃一顿饭就可以了 那要这么决定了 我之后就洗碗 赶紧睡吧 我得下去开店 记得小点声 一会儿下面有客人 好 老鼠啊老板 老鼠啊 老鼠啊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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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老鼠 没有老鼠 是 有一只猫 这就是你说的那只猫 我一直来都想到有一天 到很多人面前去唱歌 为什么 因为 听好听的歌会让人开心 如果可以让所有人都开心 那不是最棒的事情了吗 老鼠啊 老鼠啊 你的歌声很有魔力 马玲玲打来的 说要带个人跟你见面 说这个人 好像是做唱片的 杨老师 怎么样啊 我们家琪琪 唱得是不是很好听 明天哪儿八里半 来找我 琪琪 琪琪 我会让你成为最棒的歌手 相信我 晓杨老师 晓杨老师 不该问啊 你 你跟琪琪 你 你们俩 那 那个 各位好 欢迎回到今天的深夜食堂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方便面 所以我这个台子上放的 什么都没有 干干净净 方便面非常简单 把它打开 放到水里面 放进调料包 然后整出来 就可以吃了 看起来是一道 非常非常简单 只是一个 用来冲击的素食品 但是如果你用心做 也会不一样 比如说方便面可以炒 可以拌 也可以煮 还有我之前做的 用高汤 然后用老坛酸菜 还有螃蟹 一起做的这个 老坛酸菜蟹面 有时候想想 方便面可能也像友谊一样 看起来是一个 非常简单素食 用来暂时冲击的食物 仿佛你碰到了一个朋友 只是想彼此温暖一下对方 慰藉下心理 可是如果你用心做 用爱去认真的料理它的话 也会做成一道 非常美好的食物 友谊才会 地久天长 谢谢大家 快看今天的深夜食堂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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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